我们继续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 荣耀的父面前的时候 父啊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因为你是一切荣耀的源头 你是一切荣耀的中心 感谢赞美主 你为了彰显你的荣耀 拆解你独生的爱子主耶稣 来到我们中间 为我们的罪代史流血舍身 感谢赞美主主耶稣的代史流的血 父上你看为宝贵 接纳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赞美我们的罪 给我们全并成为你的儿女 如今圣灵已经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实实在在是你的儿女 愿你的灵 愿圣灵继续不断施给我们智慧 而体示的灵 使我们可以真知道你 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 当我们心中眼睛被圣灵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清楚看见你自己 给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光景 我们知道我们处在耶稣要来的时代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是末期的时代 教会要预备好 迎接主耶稣的赞 感谢主 我们深信 这一本的圣经 特别是启示录 是一个很清楚给我们看见 末期教会的一个导航 我们知道我们现今处在哪里 我们现今该做什么 每一个阶段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准备 感谢赞美主 愿圣灵就在今天晚上 也同样做感动带领的工作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 每一个姐妹 我们的牧者 都在灵里面得到你坏的盗救 哈利路亚荣耀 贵给主 赞美主 但我们以下的时间 我们在你面前献上一切的感恩 祷告 赞美 是靠救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民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好 今天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 启示录第15章 那这里呢 我们会 讲就是第一堂 就是说15章的里面的第一堂 那今天的题目呢 是这 我们会看到有七位的天使 他们就开始准备了 我们知道这是第三轮的这个审判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给你们这个思路 就是在 启示录第15章 我一共会花七堂的这个时间 所以你会看到这七堂的里面呢 我们第一堂会讲到七位天使执行 开始准备 一辈执行第三轮的这个审判 第二呢 我们会看到在这一段里面 有殉道者 有得胜者的敬拜赞美 上帝的情景 第三呢 会看到殉道者和得胜者敬拜赞美的内容 他们在敬拜的内容是什么 我们会分成两堂 第三第四 然后第五呢 我们就看见那个天使 七个天使就列队准备 他们身上穿的这些衣服代表些什么 我们会从第六第七节来看 最后呢 我们会看到当中有四个侯当中 有一位也在执行的一个任务 他做什么 所以我会最后呢 会把这六堂里面做一个总结 那你会感受到 因为这 这个章里面呢 他的敬拜赞美呢 我们看到很详细内容 很清楚 那在进入最后的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时候 这个敬拜赞美扮演说 怎么样的角色呢 这是我们会在最后堂的时候 会来详细讲的 好 那我就把这个第十五章 我们读一遍 我们就进入这个今天要讲的内容 第十五章第一节说 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 大而且齐 就是去为天使掌管末了的气灾 因为神的大怒 在这气灾中发尽了 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 其中有火参杂 又看见那些圣鸟和瘦的像 并他明知树木的人 都站在玻璃海上 拿着神的琴 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 主神全人者啊 你的作为大灾奇灾 万事之主啊 你的道徒一灾成灾 主啊 谁敢不敬畏你 不将荣耀归你的名呢 因为独有你是圣的 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 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此后我看见在天上 有纯法规的殿开了 掌管气灾的气灾天使 从殿中出来穿着 洁摆光明的细马衣 胸肩束作近带 似活物中有一位把沉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今晚给了那七位天使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 殿中充满了愿 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 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气灾完毕 好 那第十五章 我们今天会先很简单的来把整个启示录的思路导航简单讲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去就会进入这个第十五章的思路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启示录 当我们以这个启示录为这个导航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导航一定有起点有终点的 所以请看这里 然后给大家看的 我相信当中看过的都非常的熟悉 第一章呢 就告诉我们呢 有这个七个竞争台 不但代表了以色列本身 然后同时也代表这个教会 所以主耶稣呢 就站在七个竞争台中间 要带领以色列国 带领教会进入末期的属灵征战 所以我已经讲了 这个在2019年9月29号已经音乐了 所以第一章音乐的时候呢 就准备我们进入 现在进入第二第三章 很多教会可能陷阱在第二第三章里面 做什么呢 圣灵要借做这个 这个来 也主耶稣借做圣灵来洁净 所有的教会 所以有一些教会已经被洁净了 他们就有到死无前例的敬拜 祷告 然后第五章就是大复兴 所以你现在教会在哪里 有些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那我清楚知道在哪里 我就感受 我觉得我是在第四第五章的 这光景里面 圣灵也不断继续接近我 但是继续帮助我 不足地祷告敬拜 我正在可以说是经历 主耶稣给我的这个复兴 所以你在哪里 我想耶稣要带领他所有的教会 在第五章就是亚洲复兴 欧洲复兴 这个非洲复兴 这个美洲复兴 各大和路都会有经历这个复兴 所以听起来好像很神奇 这个是启示录第五章告诉我们的 所以第五章音音乐了之后呢 就进入这个第六章 耶稣揭开这个音 所以我们大家有些人已经来到第五章等了 有些还不知道 有些在第四章 但是我们教会一定要在第五章等候 主耶稣揭开这个音 这个音一定要揭开的 在揭开之前的第五章一定要先音乐 不可连续记不能跳的 连续记是一章一章下去的 所以第六到第十八章里面 你会看到有三轮的 这个敬拜然后审判 给我们看到很多的审判 还有这个收割 所以等下我们会看 第十九章里看到耶稣准备从天降临 在地上我们看到耶稣从天降临 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教会 我们被形容是好像羔羊的这个婚宴这样 那耶稣降下来 在地上作亡一千年 然后教会 特别是那些殉道者能够第一次复活 耶稣在地上作亡 那些同时经历 大家还活着耶稣来的 同样也跟耶稣一同在地上作亡一千年 之后就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一个审判 审判那些不信者会丢到火壶里面 撒旦地基督假先知丢到火壶里面 不信者进入这个火壶里面受永远的痛苦 基督徒进入第二十一章 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以耶稣一同作亡 直到永远 所以你看这个很清楚的一个思路 今天我们会看第十五到第十九 是因为这是第三轮的审判 所以第十五章就敬拜 我们看到有一幕的敬拜 准备好审判这个世界 十一十六章呢 你会看到七个天使 一个一个轮流的把那个 进入完的审判降下来 所以一共有七个之后呢 这个同样的上帝会审判 在地上这些日子来有 在地上有这个假的宗教信仰的代表 用了两章的经文来形容 怎么样审判他们 最后呢 耶稣从天降临之前呢 我们看到在天上有一幕呢 是在那里有那种敬拜赞美 哈利路亚 还有这个收割 准备耶稣从天降临 在十九章里面 所以你看这是 整个的这个第三轮的审判的一个思路 好 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第十五章的时候呢 我们会简单的把这个十五章的大纲呢 我就把从第一段里面 就是第一节 你会看到有七个天使出现 准备他们这个拿着这个审判上帝的 这个这个这个碗 准备拿来审判这个世界 接下来你会看到这个殉道者 在那里敬拜赞美上帝 殉道者得圣者在那里敬拜赞美上帝 我们也接下来会看到 上帝借做这个七个今晚的 这些的审判来彰显 他自己的荣耀 所以我们会看 这是这个简单的思路 好 今天我们就进入第一堂里面呢 首先我就把这个第一堂 第一节再读一次 这里说我又看见 在天上有大一项 有一项大而解其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气灾 因为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气灾 因为神的大怒在这气灾中发信了 三个问题 第一个 大而解其 这个意向是什么 然后第二呢 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气灾 上帝的神的大怒在气灾中发信了 在这里呢 这个约翰 约翰就是唯一的就剩下的这个使徒的领受 他在这里形容 他看到这个这个颈线 他说是大而解其 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 我总是喜欢用不同的这个读 这个翻译版 我就在看 这个英文版的 英文版的呢 接下来他就说 I saw in heaven another great and marvelous sign 因为接下来去第三节的时候 也听到 great and marvelous are your deeds 前面讲那个sign 接下来讲到他的公众 那大而解其 这是这个约翰的心境 我们在解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 我们总是要有那一种处在 你就是好像那个领受 这个我们说这个意象 或者这个意愿的人 所以这个约翰呢 他形容 他看见的天上一样大而解其 你可以想象 约翰是一个圣经百丈的 这个属灵的长辈 他那个时候大概可能已经90岁左右的了 他是很年轻就跟随子 在应该有人认为 他说在他使徒里面 他应该是当时跟随耶稣 可能是最年轻的 然后接下去呢 我们都知道其他使徒死光了 只剩下他一个 所以他已经经历了许许多多的 这种属灵的征战 他在这里形容 他说他那个大而解其的这个意象 那这里的就是启示的唯一记载 形容 你要看他每一次意象都有不同的形容 有时候一些比较简单 有一些形容的就很恐怖的 这里大而解其的 Great 英文叫做Great and Marvelous 英文用这个 你当你听到这个Great and Marvelous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我们讲说是一种心情好 就是说很兴奋的 Great and Marvelous side 不会让人看得很沉上 看得好像很害怕 这里他Great and Marvelous 他形容大而解其 我想这个约翰他在领受 他这个第十五章 他从第一章你看 他领受的整个 你要感受到这些领受意象的人 约翰他在整个领受意象的过程中间 他如何是从第一章里面 看到耶稣带领他的教会 耶稣站在七个精灵人排中间 带领他默契 就要经历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 我相信我记得解读的时候 一直不断地来感受 约翰 我相信他的心情是喜乐的 当时他在巴摩岛上 他是受逼迫丢在 不是荒岛 就是被关押在巴摩岛上 在这种不能走动方便的地方里面 还有喜乐 还有兴奋 还有震撼 还有他有盼望 我想他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对他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 耶稣在他自己这个教会 当时教会建立起来 已经六七十年了 面对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逼迫等等 所有的死都死了 剩下他一个 所以他经历 所以我就在过程里面 我每一次在解读 其实我就要感受 到底在这个时候要怎么样 那我就简单地把这个 约翰的心路历程 因为他形容这个大额 大额解齐 他其实我刚才讲了 就是他这里是十五章 前面第一章到十五章的心路历程 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约翰领受这个异象的时候 他在主日 主日做什么 主日就是大家一起来安静自己 来敬拜上帝 但在这个主日里面 他被圣灵感到 他听见有大声音如吹号 作为一个犹太人听到吹号 他们就很快联想到 这个他们要守的 这个第五个节旗 就是这个号角节 号角节就是吹号角 大声吹号角 而在这里 他的号角声 他转过来看了 原来是耶稣 他看到耶稣的时候 没有看到他哪一个号角 他的声音出来的时候 特别红 就是宏伟 很宏大 他现在号角声 在哪里响起呢 转过去 哦原来是在教会 他在金灯台 我姐已经说了 金灯台是代表以色列人 第一 他以色列在第一世纪 这个金灯台就以色列过来的 接下去呢 这个金灯台他又解释 金灯台是七个教会 就是教会 代表教会 所以金灯台有两个意思 就是一个是 带来以色列国 一个是代表 所以耶稣已经想起了 但我们教会问 当耶稣在以色列人中间 在这个教会中间 一想起的时候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在2019年 9月29号的时候 三个节旗 就是号角节 就是主日 就是这个 庆祝米加勒的这个天使节 同样发生在 9月29号 2019年 三个节旗 这每一年 9月29号就是 这个 纪念米加勒 这个大天使的一个 一个节日来的 这个 这个天使节呢 是9月29号 今年也是一样 他不管 9月29号是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主日 9月29号不一定是会 星期天的 同样的号角节 也不一定会落在 9月29号的 可能落在 9月3号 6号 或者说 10月5号 他就是 五丁那两个月里面 他随时 你要把三个 这个日子呢 连接在同一个 时间发生呢 是很难的 但是 2019年 9月29号 上帝就给我 这样的感动 带领 他说 我当时一直在呼求 说 上帝啊 你说这个导航 导航总是一个起点 那到底起点在哪里 起点在哪 上帝就 很奇妙 引导我 看到第一章的音乐 所以第一章音乐了之后呢 现在 耶稣在里 第二章就开始 说 耶稣不是站在 金山台中间 看不了 他在金山台中间 行走 意思是说 在走动 每个教会 他就在 开始 第二章一节就讲 这个 接下去有七个教会 来 就走动 他接着圣灵 我们看第二第三章 就是圣灵 其实不断吹毙 教会要 每一个的教会 每一个的信徒 对他们的罪 一定很清楚的 你一定要问 到底我犯什么罪 我还有什么罪 还在挣扎 不能胜过的 所以我们要祷告 祷告 他接着圣灵 耶稣要去亲自 捷径所有的教会 让教会经历 这个史无前例的 祷告 经败 然后经历大复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所以当我们教会 知道我们在哪里 的时候 我们现在处在 所以疫情呢 对我来讲说 是一个捷径教会的 一个时刻 疫情就是要让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间教会 好好问自己 我们跟神的关系 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要你 lock down在家里 不是在你在家里 待着发霉 等疫情过 我最不喜欢听到 这一句话 疫情过的 我觉得什么叫疫情过 你怎样追这个疫情 现在这个疫苗 都追不上 那个变种的病毒 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 折腾接着 COVID-19的时候 现在变种的 英国病毒 比这个COVID-19更强 在全世界 又散播出来的 这个大印度的 这个病情 很快 我们都还不知道 这两个到底 计算已经像 90多100个国家 已经有得这种 已经这个病毒了 所以我们赶不上 追不上的 这个没有这回 没有这种所谓 过的 就是就说疫情中吧 现在我们在疫情中 疫情过呢 好像是我们现在的 这个我们讲 这个字呢 这是不出现的 我们就是活在一个 就是在疫情的里面的 就是这样子 你就好像 杀红感冒这样 就跟你走在一起的 你就是这样的心态 来过这个生活 所以出 透过圣经 洁经教会 在第四章就看到 24个 当时一样看到 四个活24位章 不足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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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足敬拜 在这里呢 他们敬拜做什么呢 敬拜到第五章 就要看到呢 这个宝座 座宝座的右手 拿了书卷 那个书卷呢 就是揭开最后末期 要发生的事情 这些许许多多的宅 所以你会看到 你会 我相信不久的 将来应该不会太久 你会听到 哇 亚洲好几个国家 大复兴 哇 非洲有好几个国家 大复兴 哇 欧洲 有好几个国家 大复兴 哇 美洲 南美洲 哇 有好多地方大复兴 你听到的时候复兴呢 就是世界各地 就好像你听到疫情这样 哇 欧洲也有 亚洲也有 非洲也有 中共也有 南美洲也有 北美洲也有 就这样子 所以你要 这个就是 第五章的预言 早在2000年前呢 这个预言已经给了约翰 我们现在只等待 祷告这个预言的成就 所以当时一样看到 这个情景的时候呢 他知道 接下来的 高阳揭开这个印呢 当你处在这个属灵的高峰的时候 你就能够 你就期待 快快的这些印一个一个 打开 因为从第六章到第十九章 耶稣同天降临的 这个我们就要期待嘛 我们要走到十九章去跟耶稣 我们讲这个我们的婚宴嘛 时间一步一步走嘛 我相信任何一个要准备结婚的男女呢 他们已经定了那个日期呢 还有半年来的时候 他们一定在班里面有非常充分的准备 所以就这样子 准备有困难吗 有很多困难 面对可能 困难里面可能他们想象的不到 但是他们会说 这样我们不要结婚了 很多困难不要结婚 不会的 我想那一队要准备结婚的 再大困难呢 他们都有往前行 直到那一天 他们定的日子来到 所以基督徒是这样的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看 其实是这种像幸福 就像你看到我现在 讲话就这么幸福 我就用这种方式来面对 这个我们现在的处境 我们就特别是基督徒 我们还在悠悠愁愁的话 人家从你的脸上看不到盼望 没有信耶稣的人就说完了完了 基督徒有盼望的人都看不到盼望 所以基督徒 我们不要假装 我们真的胜过 我们有疫情在 我们没有避开 我们知道出现 但是我们还是勇敢前行 所以约翰他看到 这个这个要 耶稣要揭开一个印 一个印的时候呢 他知道 接下去呢 有大收割 所以就这样 第六第七章 然后第八章的第二轮 他看到七位天使 拿到这个这个趋号 准备吹的时候 他知道 他看到了 他已经写下 他已经看到 这个七个趋号里面 有很多的灾难 七个灾难降下来 甚至教会在第十一章开始 到十四章 你会看到 有很多的 第十三章 最可怕的逼迫在那里等待 但是呢 我们基督徒就是 要有那种灵里面的刚强呢 就永远胜过 如果我们被困难打倒的话 我们很难 向别人做见证的 我们做基督徒的 能够站立的稳的 都倒的时候就很难 所以我们就是勇往前行的 我们跟着主耶稣 耶稣带领着 耶稣全部精装 带领着 所以约翰我相信 他自己在这个整个的 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的心灵里面 我经历那一种的震撼 我相信 继续不断经历 他已经之前的 两轮的这个审判的意向 已经开了 现在进入这个第三轮 所以在这个灵里面的震撼的里面呢 他也深信 接下来 因为这里他看到这个情景呢 说 哦 这个七个天使拿着那个末了的 那个灾难 意思就是说 耶稣要来的 就在这个后面的了 他都末了的了 就不是很远的了 所以那个末了的字呢 我相信 对这个约翰来讲说 哇 时间就好像我们订 12月31号结婚的话 我开始进入这个12月1号的时候 哇 就好像看到了婚姻在前面 这样 所以这个约翰呢 他这本身就在领受 第15章的时候呢 我相信是非常振奋人心的 所以我相信 未来的七堂里面呢 你会看到我一直很 也很开心 很积极的笑容 传讲这个信息 所以这就是我们 我们作为神的仆人 我们领受 我自己也一直不断的 把自己要放在 这个使徒约翰 这种的 我们说这种的生命里面 所以 我还记得 五六年前 上帝就感动我的心 叫我改名 叫这个约翰 叫廖宏图 或者廖约翰 我当时的时候 我自己还不是很想 改一个名字 但是我知道上帝已经 透过我的学习领受 然后 我甚至跟我的家人讲说 上帝好像要给我一个名字 因为我从来不大喜欢改名 或者是 我这个名字很好 廖宏图 大展宏图 我听到大展宏图 我就很兴奋了 你就用了我的名字 没有给我板权费 这是我 引以为傲的名字 大概六年前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感动我 直到 2019年的时候 上帝更强烈感动我 是时候了 因为在大概两千年前 我叫使徒约翰 写下这一个 启示录的意愿里面 现在你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时代 你要名字叫约翰 两千年前有一个约翰 现在你也叫约翰 约翰这个名字 所以我就挣扎了一段时间 然后到了六月中 有一位牧师 我就跟他讲我的情况 不是很想改 他说你要改 你要改 但是他很大的激励 我他甚至讲说 他用了这个名字 他说我这个名字 不断提醒我这个名字 他这个名字会提醒你 那我就好了 后来就定了2019年9月 2019年7月1号 我就当天 我就命我的名字叫 Yohannes 那个是可以用 当时应该是 马来文字里面 约翰好像大家都叫 Yohannes 就比较不同 这个字 好那我要讲的就是 我们讲这个 约翰他感受到 这个大额解奇的 这个异象呢 他心境里面 所以当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你说怎么是大额解奇呢 你可以想象 这里 我们看这个 约翰看这个异象的时候 他说大额解奇的时候 所以简单的说 当你看到 Great and marvelous的时候 你一定会是兴奋的 但是呢 我们看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真的是大额解奇吗 你可能要问这个问题 对不对 因为接下去 天使拿了这个七个 是末期的这个灾难 这个讲到神的愤怒 愤怒的审判 愤怒的审判 大额解奇吗 所以我现在 我要带出一个 我们要看灾难的时候 我们还要用怎么样态度去看 虽然我们说灾难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成为那个灾难的 那个原因 这个灾难发生 是因为我们的远过 我们不要 但是我们却可以在 那个灾难的里面 看到上帝的荣耀的一面 看到上帝能力的一面 所以你这样的话 你才会 在这个灾难过程里面 你的焦点是放在 上帝荣耀彰显 而不是看那个灾难的本身 所以我这里就说 我读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约翰用这个词是很特别的 而且这个只有 启示录唯一一次 提到 所以翻译的时候 大额解奇 所以我们看下去 这个第二大点的时候 这里讲到 这个大额解奇 就是他眼前出现 我尽量去找这个图案的时候 就看这个图案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这个玻璃海 这个好像参照雪这样 火 这个火这样 所以有红的感觉 所以这些天使的 好像列队出来 站在这个玻璃海上面 准备 所以他看到这个 其他知道 这个简单的说 这个他没有 接下来没有 领受那个意象前 他知道因为一路来 两次的审判了 这肯定也是另外的一个审判 所以他看到七个天使出来 七就是我们都知道 七代表就是完整的意思 之前的 前面的这个第一轮 第二轮的呢 七个天使 轮流的去一号 这里七个天使呢 他们要降七个 这个灾难下来 那我再说 启示录里面我读着 整个的灾难的 这个期间 没有看到任何一节经文 任何一个 一句话来形容 这个是对这个基督徒审判 没有 反而是对非基督徒审判 是好几处经文提到 没灾的时候都提出那种 这个 这个你会感受到是 对着这个外 还没有信主的人 所以感谢主 这是我们可以 说可以感到安慰的 但是我们在当中我们会 渐渐的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负责 这天使出来的时候 每一个天使能够服侍天使 我相信他们会感受 无比的光荣 无比的荣耀 能够 在这个 父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 任何一个环节 能够去侍奉的呢 我相信这些蒙拣选的天使呢 蒙保守的天使 非常感到非常的荣幸 他们要去执行 这个荣耀的这种的审判 所以这七位天使 在出来的时候 我们以后在看第十六章的时候 当他们一个一个轮流的 把这个金网的审判倒下去的时候呢 然后就会看到 这个的审判降下来 然后当然我们知道 自然对讲末了的时候 我们看到还不是真正最后一个 他可能是最后已经快到结束了 因为我们看十九章的时候 十七十八章也有这个审判 然后针对假信仰的 然后十九章 耶稣从人降临 才要面对一场的这个审判 而之后千禧年后呢 看到还有一场的 撒旦被放出去的时候 还在做最后 随时的最后一战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整个这个思路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 他说大儿子祈 然后看到七个管这个末了的 这个灾的天使出现 为什么他们要 这个 就是为什么是这七个天使 管着灾的天使出现了 因为神的大怒 在这七在中间发信了 所以我们看的时候 就就是一个 这就是大儿子祈 这个神的愤怒降下来 也是大儿子祈 great and marvelous are your deeds 就是这些的审判 也是彰显上帝的 这个大而且奇妙的 这个作为 所以耶和常常会用这个 在启示了好多次 提到上帝的怒 上帝来形容 这个上帝 在对末期的 这些世界各地的这种审判 所以这个大儿子祈 是因为上帝的怒 所以怒要在这七宅中发信了 就是完全彰显出来 所以我们看 每一次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都要看下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讲大儿子祈 你再读到第五第六节 五六七八的时候 你会看到什么呢 可以说 此后我看见在天上 那纯法会的殿开了 那掌管去栽的这七位天使 从殿中出来 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 胸间束作金带 四火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七个天使 因神的荣耀 因神的荣耀和能力 看到吗 这也讲到这个七个天使拿着这七个圣满了的神的这个大怒的碗呢 他说这里什么呢 因神的荣耀 他们就是在接下七十六章 一个一个这个今晚降下来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在天上 就这个殿呢 同时间在地上这个这个进行的审判的时候 同时间在天上 然后电中充满了冤 于是没有人能进殿 在天上他们不能进去 为什么呢 他等到七位天使所降的气灾 所以你看到这个气灾在过程中间进行的时候 这是上帝的荣耀跟能力的彰显 上帝的荣耀的属性 全能的属性 就在这个七个金碗降下什么中间彰显出来 所以你看到神的这个荣耀的属性 你会怎么样 你一定会感到存在敬畏的心 我们信主我们也感到兴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这个大耳解奇 我们看的时候 你就要从上帝的眼光去看 不能够从这样子看 那个灾难就马上看到好像是神不好 不是 所以你一定有这种思路 这样这种思路 上帝是全能的 他掌控一切 他是创造主 他的救赎主 他是荣耀主 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势力 可以以上帝的势力来相比 所以从起初 他定的旨意 在永恒的未来里面 一定会按照他起初定的旨意 一定会残权 所以圣灵 赐下来给教会 圣灵100%顺服 耶稣跟父上帝的 所以一定会成功的 因为圣灵 我们教会可能会有私信 可能会有跌倒 但是圣灵是不会的 100% 所以我每一次 在想到这个圣灵的时候 我就很大的安慰了 我就 我一直祷告圣灵 你应该怎么样指示我 帮助我 让我可以完全顺服着你 就是完成 耶稣 父上帝所扑付你的旨意 所以我要顺服 圣灵到我心中 所做的工作 所以你会看到 在地上你看过去的时候 你看到是灾难 但是你在看天上去的时候 你看到神的荣耀 跟神的能力掌声 所以你看到吗 我们一定有这种观念 不然的话我们很难 我们说常常会在这种 神的主权背后掌控 无论是好的坏的事情 上帝还在背后掌权 在背后掌权的过去 最终要完成 他在创立世界以前 所定的这个荣耀的救赎 这一点呢 这个石头保罗在罗马书 我在这里结束之前 我就 我盼望 我这样的给你们看见的事 让你们 就是在无论在怎么样处境里面 你就是站立的稳 你就是那一种 就是看到上帝 这个慈爱的彰显 看到审判里面 看到上帝公义 看到能力 看到荣耀的彰显 所以你会看我这里 我简单的读一下 让你看到上帝的主权 怎么样在顺服的人 不顺服的人 中间也能应行 那当然我们知道 不顺服要得到审判 顺服我们看到 就是得到神的赏赐 所以我们 一定要把我们的心 放在那个顺服这一边 而不是说 既然不顺服 也会 当你上帝荣耀 那我们就不顺服 没有人 真正基督徒是 明白 神的主权的基督徒 会这样想 你如果会这样想的话呢 就表示你对神的主权的 这个工作 这个作为呢 还不是很明白 我不会这样想的 我不会这样想的 我不会这样子好啊 我就做 因为做好事 不容易嘛 做坏事很容易 做这个坏事就很快 就可以做了 很容易做 做好事很多挣扎 做坏事好像挣扎比较少 是吗 好 那这里提到神的主权 保罗说双子 就是这个雅各 他的太太 这个 就是利百家 怀孕那时候有两个 双胞胎 双子还没有生下 善恶还没有做 出来就只应显明 神卷选人的 这个 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乃在乎 孤兆的主 谁是主 来就重要 就对利百家说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所以我们知道 他生了两个 一个大的就是以少 另外小的就是雅各 如今上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 以少是我所恶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断夫没有 因为当然就会问 那以少神所恶的 那为什么要追讨 以少的这个罪呢 既然都是你最 谈判说你定的 你已经定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 这个 保罗说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 谁就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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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没有不公平的 上帝好像只爱 雅各不爱 所以上帝不公平的 没有 他说神的怜悯 接下来 既此来看 看来 这不在乎那定义的 也不在乎那奔跑的 只在乎发怜悯的事 怜悯的事 他就像 因为今上有法老 有像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 特要在你身上 彰显我的全能 并要告 使我的名传遍天下 我们都知道 神的旨意 透过摩西去执行出来 但是过程中间 法老一直拦走 但是法老怎么拦走呢 他不能拦走神的旨意 勇往前行 神的旨意成全 所以他就看到 在成全神的旨意上 上帝选了摩西 承受祂的旨意 上帝同时也 我们讲选了 定了 这个法老 来荣耀祂的旨意 所以同样 他说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 谁就任命 谁要叫谁刚硬 就叫谁刚硬 我们很难听到这句话 很不顺服的 或者很不舒服的 我们讲说 上帝叫谁刚硬 谁就刚硬 那为什么又找他算账呢 我们思想的逻辑是不逻辑的 但是呢 保罗怎么呢 这样你必对我说 你 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 为什么还要指责这个法老呢 既然上帝叫法老刚硬 谁可以抗拒他的旨意呢 你这人呢 你是谁 尽敢向神强 受到之物 岂能对照他的说 你为什么要照我呢 姚江难道没有权柄 从一团泥里拿一块 做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贝尖的器皿吗 有 这个姚江绝对有这个权柄的 同样的上帝有这个权柄 所以背后里面看到上帝绝对的主权的彰显 所以那你就说 哇既然这样的话 在刚硬的人身上 也能够荣耀神 那就我们就动到刚硬吧 没有 我们不要这样想 我们应该要想的是 我们要顺服 顺服上帝 这些不断说 但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呢 就算上帝使人刚硬 就算这个有邪恶的东西 但是神的荣耀的旨意还是要成全 神的荣耀的旨意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看几十五章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心情来看的 不然的话 我们每一次看灾难 我们就被灾难挟住 掐住这样 我们就活好像喘不过去 不会的 我不会的 我不会让灾难来挟住我的 无论发生到我现在的事情 我还是要站立的 无论外面发生怎么样 什么多大的灾难 我不能控制 我就顺着 现在我说 我跟我师母讲 时间到 如果马来西亚 有一天 疫情好一点 许可 你可以回去了 我们就走了 我们回去看看 自己的孩子啊 父母啊 朋友在马来西亚 到时候不要说 我现在很忙 没有这忙的 我就要顺着 我们讲说 跟着疫情走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会被绑住 好像你又是活在你的 这个空间里面 没有的了 全世界人就要把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 我们的 schedule 全部交给上帝 以前我们就 包的 包的紧紧的这样 不可以动我的schedule 我怎样安排就安排 现在没有了 全部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安排那个 工作表 完全交给上帝 所以顺着圣灵 在我们心中的带领 所以 这就是我最近 这几年来的经历 就这样子 你在活得开心 你就是活在那种 就是上帝 顺着圣灵的风走的时候呢 你就用了很少的力量 你就顺着那个 那个风翱翔 所以那个老鹰 老鹰是很聪明的 老鹰比我们很多 牧师传道 地上前面聪明 他们躲在那个山 高山上面 你知道老鹰 我离我家开车去 大概十分钟 到了河边 我过去一段时间 常常会跟我儿子去钓鱼 因为我们钓鱼 下面比较深下去 所以我常常会看到 有时一逛上去呢 大概有十只八只 这个老鹰在空中 投降的 那有时候看不到 他就等 你会看到他高山 就站在那边等 因为他等的时候 老鹰的那个翅膀很大嘛 他顺着风而翱翔 他一风来的时候呢 就跳出去的时候呢 他就顺着风走 所以我 你没有看到老鹰这样子 在高空的时候 一直这样闪的 看不到 他就直直的 除非他 我就看到他要飞到 这个这个河边的时候 他就到要靠下来 就开始闪 他把他跳下来的 这样子 但他在高空的时候 他没有降的 我没有看到他降的 哇 那个 就那 你看他翅膀这样大 所以那个老鹰 那个Win呢 就是顺风 那个Win 西伯来文的Win呢 跟这个圣灵 这个灵 这个字呢 是同次跟的 所以顺着风 翱翔 就顺着圣灵翱翔 是很精神的 所以你顺着圣灵 很精神的 所以我的事奉 增加 我事奉更多 他不会让我 手忙脚乱 反而我就很 很冷静 我让这个事奉 在圣灵的恩高之下 继续不断扩展 那我还可以 我们讲说 还可以 很多时间可以 我们讲所谓 休闲 那休闲的里面呢 你就是那种心境呢 是顺着圣灵的风 翱翔的 所以就是这样子 感谢主 我想 最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 这个 启示录第十五章 第一章 第一节里面 这个 约翰 在他看了这么多 遗像里面呢 他看到这一幕 有七位天使准备 降下这个末期的灾难的时候 他说是大 所以他看到 我现在他的心情 是兴奋的 所以他与耶稣同行 他在过程里面 从第一章到第十五章里面 他是与耶稣同行 他知道耶稣在做的事情 那我们要问 我们现在 我们你跟我 我们是不是要跟耶稣同行 以耶稣的旨意对齐 在这个审判的过程里面 因为这个是第三轮的了 你要看到的是上帝荣耀的 全能的 属性的彰显 如果我们有这样看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大灾难中 大审判 对这个世界审判的过程中 继续的坚定 信靠上帝 赞美上帝 荣耀上帝的名 阿们 所以感谢主 感谢主 我相信 我的师母是最 可以做见证的 因为这些年 特别是这一年 这两年来我们来美国 他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圣灵在我身上的引导带领 我一直告诉他 你看到圣灵的工作 在我中间 这些我们都不是夸口的 是真正实实发生的 所以感谢主 我希望呢 我们真的是有那一共 那种挺胸起来 主耶稣末期的 属灵的征战 他是全国军装 他带领这个教会 他已经得胜了 现在是要得胜到底 不是为得胜而征战 基督徒永远不是为 胜利而征战 我们是得胜 又在得胜 而得胜到底 所以这个是我的整个思想 我 这也是启示录的思想来的 就是我们已经赢了 这个final 进到这个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不容易 但是结果一定是 我们一定站在冠军的台上 所以这样那一些 加入这个末期的 这个final的这些的球员呢 他们一定说 我要参与 我要在里面 我要在 我要成为一份 我要拿到冠军的时候 我摸到了冠军的时候 是我这个过程里面 有血有泪的 那个云来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应有的 这个心 感谢主 好那我就 这个结束祷告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呢 或者是要分享也好 我就简单报告一下 就做这个 就进入这个祷告 好 天父上帝 感谢赞美你 每逢读到 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是欢喜快乐的心 哦主啊 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得胜了 并且要得胜再得胜 启示录就给我们清楚看到 这个整个得胜的过程 是怎么样的成全的 天父上帝 谢谢你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 每一个姐妹 每一个牧者 我们不要说恶者来的那种 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思想工具 我们要挺胸昂首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 是全副军双 他已经胜利了 并且要胜利到 我们教会 紧紧的跟随主耶稣 依靠圣灵的能力 在末期的时候 无论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勇往前行 我们要将一切荣耀 归给做宝座的福上帝 感谢赞美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民 Amen